自从地理大发现之后 船只便成为转动人类文明的齿轮 人们透过航海进行贸易或是传递文化 即便是在车辆和飞机发明的现代 海运依旧是运输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台湾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在海运的发展上自然也是名列前茅 也因此孕育出了无数连接世界的饮水人 万海创立于1965年 初期提供台湾自日本航段的运输服务 迄今航线已涵盖亚洲主要经济体 并遍及印度次大陆 中东鸿海 北美 南美等地 秉持诚信经营原则 坚持顾客至上 全员参与 环境保护 永续经营的理念 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是万海对顾客永久的承诺 在航线发展 则是秉持客户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的服务态度 持续新航线研究 现有航线之改造与整合 并借由策略联盟合作 建构绵密全球服务网络 同时不断扩充船队规模 和船舶太旧换新 提升营运效能 每当船只在海洋上航行时 天气 海向都是一次次未知的挑战 必须仰赖精密数据 以及船长船员们的丰富经验 才能顺利出航 抵达目的地 为了让每一次的航行 都能安全且快速 必须不断加强人员的培训 他们还花了五年的时间开发城市 透过大数据的累积 和每艘船只全天后的即时资料 监控每次航程的气象与航线 除了可以提前避免船只的异常状况 更可以在天灾来临时 拥有完备的紧急应变能力 不仅是保障货物 更为守护每位海事人员的安全 海上安全运输中心 这个团队它主要是有丰富的海情资力 航海跟轮机的能力所组成的全方位团队 它包含了船舶的技术 船舶的操作营运 还有船员能力的资源 它是一个属于高度专业化的船舶管理单位 这个中心里面我们特别配置了 全天后的监控轮值小组 它的范围包括了所谓的船舶的进出港 还有包括全球的气象 还有每个船舶它港对港之间的航行规划 那这些部分我们都随时做监控 除了对航行安全品质的重视 他们也落实环保 实现社会责任 不仅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 更是使用低流油作为船舶燃料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希望能够透过这些举动 推动业界对于永续经营的意识抬头 深知航运业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积极推动节能减碳减排 改善船舶效能 业界不同的是 我们严格遵守降低船舶 流氧化物排放含量 全船队使用低流油作为主要燃料 纵然会增加昂贵的用油成本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 我们做到正面具体的贡献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 我们自诩传送货物 传逼爱 完成梦想的饮水人 未来万海将继续发挥 服务合作及成长的企业精神 共同创造未来 另一个更璀璨的五十年 汲取成为百年不醉的幸福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